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台一系列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新举措 让企业轻装上阵 5月16号 唐一军主持召开省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 5月13号至14号 民进中央在沈阳召开 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调研座谈会 和2019年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 沈阳市政府与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一事 从谈判到签约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就实现万达800亿的投资落地 再次创造新的沈阳速度 我省公安部门推出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35项新举措 对审批事项进行再受申 5月15号是我省第13个政务公开日 今年的主题是 让信息公开 助力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 专项行动落实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积极实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是我省2019年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的项目之一 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将实施减税降费 作为今年全省税务系统的一号落实工程 一号督查事项 全面推进各项政策措施精准落地 采取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30项工作措施 服务纳税人和缴费人20项承诺等 一系列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 在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过程中 本西市税务局率先在全省开展了 税务机关自发退税和批量退税 改变了过去由纳税人提出申请 往返税务机关进行办理的雇佣模式 由税务机关自发对纳税人的缴税情况进行核实 发现应退税款 直接把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并通知纳税人 我们目前截止税末已经办理了将近30多万里的一个退税款 而且我们税务机关主动发起了 对全部应享受减免税率的纳税人进行了全面核查 纳税人的买度还是比较高的 辅顺市税务局根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 适用不同政策措施的纳税人特点 分批组织开展70余场面对面减税降费专题辅导培训 受众人数近万人次 以多种形式开展精准上门辅导200余次 让企业全面了解 更便利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小微企业是促进创业和保持就业稳定的主力军 新政策将小微企业免税标准提高至月销售额10万元 免税政策授意面大幅度扩大 从今年手机申报情况看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明显减轻了其税收负担 大连海关第一时间做好税率适用专项监控 重点关注提前申报税率适用情况 及时提醒税率适用差错企业办理退还手续 企业在进行申报了以后 他们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运输工具 什么时候进境的 所以我们就重点监控在4月1号前后 提前申报的企业 他们的运输工具如果是在4月1号 申报进境就可以享受的较低的增值税率 降税首月 大连海关共接受进口降税报关单2.51万份 减征税款7.14元 共有3676家进口企业直接受益 4月份开始吧 然后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是为企业节省了七八千万的纳税税额 这其实就是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纳税成本 然后对于他们企业本身的发展 就是特别有利的 减税降费政策的深入实施 促使我省企业轻装上阵 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为我省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本台报道 5月16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主持召开 省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部署省政府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 全省各级政府和公安机关 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牢牢把握八个必须坚持 忠诚履行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使命任务 奋力开创新时代辽宁公安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要 以更大作为护航振兴发展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强化组织领导 深化改革创新 着力推进政治建警 改革强警 科技刑警 从严治警 全面提升公安工作整体效能 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保驾护航 二要 以更高标准推动公安工作 对照中央要求结合我省实际 抓紧制定出台我省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实施意见 逐项细化任务 明确责任封工 扎实做好保安全 互稳定 促发展 惠民生各项工作 不断提升新时代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 三要 以更严要求锻造公安铁军 强化政治引领和支持保障 按照四个铁一般要求 健全完善警务管理体系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大力推进公安队伍革命化 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 使全省人民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我省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方案 会议指出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直接关系到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 政策性强 关注度高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各项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 准确解读政策 做好资金筹措 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真正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报道 5月13号至14号 民进中央在沈阳召开 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调研座谈会 和2019年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 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 全国政协把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作为10个年度重点协商议题之一 刘新成指出 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需要适应农村的变化 更需要提高文化管理能力 要加强对基层文化管理干部的培训 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 使优秀的文化管理干部脱颖而出 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是民进履行参政党职能 发挥会员作用 广泛联系各方的重要平台 本次座谈会以落实中小学办学自主权 激发办学活力为主题 刘新成强调 理顺政府与学校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 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一 在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软硬件配置不断标准化的基础上 提供多样化特色化的教育服务 必须依靠落实中小学办学自主权 改革完善中小学管理体制 激发学校教师的活力和创造力 教育部副部长郑富之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庞丽娟 省领导李金科将军出席座谈会 本台报道 5月15号 沈阳市政府与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一试 万达集团将在已完成投资250亿元的基础上 在沈阳再追加投资800亿元 5月16号 沈阳全运万达广场封顶一试 在沈阳市浑南区举行 这是万达集团再审投资建设的第6个项目 也是万达集团首轮250亿元投资的收尾项目 沈阳全运万达广场将于今年的12月20号正式投入使用 升级后的万达广场将增加儿童街区 包括酷炫的运动街区 未来将成为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中心 5月15号 沈阳市政府和万达集团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万达集团将在已完成投资250亿元的基础上 在沈阳再追加投资800亿元 从谈判到签约使用了不到一月的时间 就实现了万达800亿的投资落定 创造了新的沈阳筑路 这一点让我由衷的敬佩 你们的担当高效 让我切实感受到东北振兴的力量 此次800亿元投资项目包括 建设世界一流大型文化旅游项目 世界一流国际医院 世界一流国际学校和5个万达广场 其中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占地4000亩 包括文化旅游城 体育公园 度假酒店群等内容 国际医院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 包括医疗 康复 康阳等内容 将由世界顶级医院管理团队和技术专家管理运营 同时 在国际学校建设方面 也将引入世界一流中小学教育品牌 此外 5个万达广场将选址在 沈阳的沈北 大东等地 填补这些区域大型现代商业设施的空白 沈阳台报道 5月16日 记者从2019年全省征兵工作任务 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今年 我省要把征兵工作的发力点 放在大学生征集提制增校上 通过调比例 调结构 既要实现大学生征集数量稳步增长 更要把重点高校 本科以上 部队紧缺专业大学生作为重点征集对象 实现征兵质量大幅提升 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征兵领导和力量调整配备 落实机构 人员 场地和经费保障 主要负责同志要尽好第一责任 进一步制定和落实好转专业 考研 优先毕业等优惠政策 吸引更多大学生 特别是毕业生参军入伍 各级政府要在人力 物力 财力上重点倾斜 优先保障 确保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今年的征兵任务 省委常委 副省长陈向群 省军区副司令员姚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台报道 5月15日 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就省公安厅打造最优发展环境等 35项新举措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这35项新举措包括 大中专院校新生和英届毕业生的户口 签入签出审批实现 由10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工作日 市级以上组织部门批准录用或调入本事人员 市级以上人设部门审核备案聘用的 事业单位人员和博士后 进出站人员落户审批权限 下放直派出所 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前三个月 公安机关通过短信行事 提示持证人员及时换领新证等等 8890平台迷奇网12389、110、督察细乡等投诉举报渠道 严肃查出公安机关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服务质量差、冷硬、横推、失拿卡要、以及民警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对违级违法问题一追道路、 三年来 省公安厅推出了便民服务实践实施 优化营商环境75项新举措 86项最多跑一次举措 在此基础上 省公安厅再次横向对标全国 纵向对内挖钱 推出了35项新举措 涉及8个公安业务管理职能 其中出入境管理12项 治安管理11项 交通管理8项 还有网络安全管理 单位内部管理等等 核心要义就是紧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对现有的公安审批事项进行再受深 能精简的再精简 努力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 本台报道 5月15号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正式施行的第一天 也是我省第13个政务公开日 今年的主题是 深入宣传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助力众食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落实落地 进驻省政务服务中心的34家省中职单位 举行了现场咨询活动 为群众答疑解惑 目前 省政务服务网已经实现了与国家政务服务网全面对接 部分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等行政事项的办事流程 得到进一步优化 到5月20号 沈阳盘金等部分城市也将实现与国家网的对接 到9月20号 我们要实现省市县三级全部政务服务加公共服务事项的国家的对接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办辽宁需要办的事项 省财政厅对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严厉整治政府失信行为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等内容进行了公示 并将省值个人公积金贷款审批 注册会计师审批相关流程等制作成办事指南 进行宣传发放 现场答疑解惑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请来了 劳动人士争议仲裁方面的专家 为我省部分企业代表讲解我省最新出台的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方案 以及劳动人士争议仲裁等方面政策及典型案例 并根据企业事先提出的问题清单 有针对性的为企业答疑解惑 省府新区的政务公开日活动突出了三个走进 走进社区解读政策措施 征求群众意见 走进高校 为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提供政策辅导咨询服务 邀请企业走进政务大厅 宣讲扶持企业新政策 解读政务审批新模式 重点宣传新区1330的审批服务工作模式 即一个工作日半节企业开办 三个工作日半节不同产登记 三十个工作日半节建设工程审批 助力企业的发展和新区的建设 在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专业法律服务人员正在为小微企业和市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本西市公安局设立了护证出入境等十个方面的咨询台 介绍最新的变企变民措施 我们出台了白警白企地联系企业制度 我们为企业解决了三门二的具体难题 每一个警察都到一个企业进行包袱 为进一步助力企业发展 葫芦岛连山区政务公开办的工作人员走进企业上门服务 复兴市扶贫办工作人员来到重点贫困村东红帽子村 让村民们了解相关扶贫政策和项目 在府顺 辽阳 丹东 铁岭 朝阳的活动现场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解答群众的政策咨询 受理企业和市民举报投诉 锦州市向市民免费发放了三千册锦州政府办事指南 该指南编印了关系到市民切身利益的相关政策 办事审批流程等信息 沿口市政府门户网站集约化平台 也于5月15号正式上线 方便查询政务公开相关内容 本台综合报道 省委省政府通过推动重点指标 重点任务 重大项目的信息公开 特别是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 问正于民 问既于民 问虚于民 畅通政府与百姓的沟通渠道 让百姓完全了解政府工作 充分支持政府工作 热情参与政府工作 最终促成工作的圆满完成 政务公开既符合工作要求也满足民生需求 日前正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版 树立了政府信息的公开意识 同时也保障了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中央要求掷地有声 民意呼唤 真真切切 政府信息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 政务公开日不仅要打通政务公开的基层读点和梗阻 更要促进政务公开的规范化和常态化 既要公开可自借鉴的成功势力和经验做法 还要敢于公开暴露出的各种问题 点名道姓 接丑亮短 让政务公开发挥应有的鞭策作用 5月16号 第15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 由我省14个市 5家省值宣传文化系统单位 三所高校组成的辽宁参展团 在本届文博会上精彩亮相 本届文博会辽宁展区集中展示了 辽宁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 展示了辽宁深厚的文化文艺资源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等内容 辽宁展区的展馆规模和参展项目都创历史之最 5月1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辽宁出版集团 辽宁人民出版社承办的长篇报告文学 春归库布奇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等 30多位与会专家学者 对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归库布奇 给予了高度评价 春归库布奇一书 弘扬了中国制杀人克服种种困难 勇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 引领者的中国精神 是一部立足新时代大背景 倾注深厚人文情怀 凝炼现实主义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 是一部向世界展示中国沙漠治理壮举 为人类生态环境修复 提供中国智慧的精品力作 5月16号 海河 辽河 松花江流域 禁渔期制度 在三个流域涉及的 十个省区市同步启动 从5月16号至7月31号 辽河干流 主要支流 以及所属的水库 湖泊 湿地 禁止除吊具之外的所有作业方式 禁渔期制度对于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建设水域生态文明 恢复渔月资源 特别是对于辽宁的西林归和 瓦斯亚罗鱼等土著的淡水品种 具有很好的恢复作用 同时也使全省的渔月资源 得到全面的休养升息 本台报道 5月15号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对京义章涉黑案中的 144位被害人 进行了集中退赔 退赔总额达154万元 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判决 以京义章为首的37人 犯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成立 主犯经义章 恕罪并罚 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8年到6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 司法机关 依法对该组织犯罪分子 聚脸的财物及其收益 予以追缴没收 对刑事附带民事原告 强迫交易罪被害人 故意伤害罪被害人予以赔付 核实被害人的身份 包括他的电话联系方式 我们通过多种渠道 在近期之内 反复的这样沟通和查阅 确定人员名单之后 然后依法通知他们 争取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钱款返回到 受害群众的手里 本次集中退赔总额达154万元 其中包括 故意毁坏财务罪的被害人 江某某等7人的财产损失43万元 故意伤害罪的被害人 洪某的医疗赔偿款34万元 强迫交易罪的被害人 于某等136人的财产损失 近77万元 相关退赔手续一次完成 集中办理 钱款直接汇入被害人银行卡内 本台和大联台报道 5月16日 省人大常委会启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和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 执法检查工作 检查重点包括就业优先战略 和积极就业政策落实情况 传统工业产业与新兴产业 吸纳带动就业情况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开展情况等 发现执行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 有效措施和办法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5月16日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 第五次中国中东欧 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工作组会议 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大连举行 此次工作组会议将重点讨论 2020年第五次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方案 确定会议时间 地点 主题 分论坛议题等 5月15日到17日 省工业和信息华厅在水洋组织开展 推动优质企业多渠道上市及科创版 注册制度准备和应对工艺培训 邀请知名专家团队为我省300余家中小企业的负责人 以及各式工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项培训 5月15日记者从水洋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19第四届中国水洋国际机器人大会 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水洋新世界博览馆举行 大会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为主题 设置了高端专家对话 机器人项目对接洽谈会等活动 为期四天的2019年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5月16日起目 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家企业参展 交易会不但精心设立了一带一路 跨境电商等精品展区 还给贵州六盘水 新疆石盒子 辽宁朝阳等地区提供了免费展位 东北地区首个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东北大学工业人工智能研究院近日在水洋成立 将为水洋市实施下一代智能制造技术 和新一轮工业变革提供科研驱动力 5月16日 银口市辽剧团组织40多名演职人员 到银口盖州市双台镇复兴村开展纵文化稻香村活动 计划为村民巡演8场辽剧 其中还有辽剧版的银口有理歌曲 本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